第二回合資格賽 陳偉中還有好多題目 我好有興趣的說 沒機會再聊再答了 來 看看我們的第二位是誰 請看第一個提示 你得對網紅了解才行 誰是網紅第一 在你心目中 第二個提示再看十秒 阿嘎 他小孩嘛 沒有 林昌佐答案是 蔡陶貴答對沒有 林昌佐厲害了 蔡陶貴新年兩歲 對 林昌佐的九位姑女生請就位 林昌佐同學 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畢業 今天特別在宣傳的Podcast 它的一個網路廣播 是 政治重金屬 另外一個主持搭帳是Emily 就兩個人主持 對 在節目裡面會唱嗎 我們有示範一些東西 示範一些當寫歌的時候的一些概念 所以有唱一些 重金屬的唱歌 它的嗓音很多撕裂聲 那種很傷身帶 其實還好 就如果 真的假 現在其實坊間的音樂教室也有在教 所以那些老 對 就是怎麼樣唱才不會上聖誕 可以大概示範一小段嗎 我現在已經不會 容易壞的就是像你跟人家 吵架的時候那種聲音 你就很容易壞 你如果用那種吵架的聲音 把它吼更大聲 你為什麼要拿我的東西 對 這種就很快就壞掉了 但是如果 例如說我說 全民心攻略 如果用這個肚子共鳴就不會 全民心攻略 就不會 就不會有 就不會受傷 你剛剛的聲音沒有經過聲帶嗎 也有啊 也有 但是聲帶的應用比較小 然後這邊的共鳴比較大 多好的一個孩子 沒有 四分鐘 好 至少三題 不要空手回家 答應我 好 好不好 好 拿點東西給女兒 請出示他的提醒 再一次為你量身打造的內容有 第一題 這是你的 這是你的 直接變成一個題目 變成 對 一種議題這樣 對 變成一個議題 這很棒 我覺得 很有畫面感 我可以直接就選那個嗎 你先冷靜 好 政治重金屬 就是今天要宣傳的題目 是 現在的節目 刺青入股規定 你也是有刺青的 而且面積還不小 即興烏克莉莉 你 不會 說的是說 你幫女兒 烏克莉莉 用YouTube來調音 對啊 邊聽邊調音 我其實不會談烏克莉莉 有絕對應感 那一次剛好就是 在 跟小朋友玩的時候 旁邊有別人的烏克莉莉 就把他拿來 那個照YouTube上面 趕快學一下 那談給他聽 台味阿拉丁 女兒喜歡迪士尼的主題曲 對 立願打架史 這個為什麼跟左上角很像 對 台語怨憲片 提倡母語 還有本土電影 賴品瑜 網路交流 常和他交流 網路的迷音梗圖 對 這次聽說是你們 私底下會做的一件事情 他已經在我辦公室 我也把它變成 對... 是辦公室人 還不錯吧 很貼近你的生活 我覺得這是什麼 非常貼近你的生活 好 從哪邊開始 就洗褲襠那個 最近 很堅持 你為什麼對那個題目 這麼好奇 我很想知道那個背後到底 最後你們是出什麼題目 對 所以你出一個 逆中全會規定 投票選舉時 民眾若蓄意地撕回選票 每週會被裁罰多少錢 以上的罰款呢 A1600元 B3000元 C5000元 我的答案是C 5000元 請鎖利 這麼高 我印象中在應該是今年的選舉 好像歷年的選舉 都有發生過類似的事 所以我有什麼印象 對 新聞上也有報 為什麼要撕喔 這是無聊 你投廢票就算了 就不要去嘛 在家裡睡覺 對啊 就不要去嘛 對不對 你讓人家拍 讓人家說 讓人家罰 居然跟褲襠都無關 真的是 好啦 是沒有關係的 我沒有一定要答褲子 褲襠的意思 我只是想說 你要不要冷靜一點 沒有 OK 5000元的答案 請 請 小鐘知道這個 罰5000嗎 我不知道 你應該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現在是可以撕一次 這個划不來 是滿貴的 滿傷的 對啊 滿傷的 我們稍加補充 這個基本上 他也不用太補充 因為他其實他罰的錢 5000是最基本的 他可能是 他是5000以上 那五萬以下 看是你的型貼的 對 看濕的 看濕的怎麼樣 好 看你濕的漂不漂亮 不夠漂亮就有鬼 好不好 來 繼續 第二題請選擇 那我就選政治重金屬 好 對啊 政治重金屬 請 助理 請問哪一個風格的嘶吼唱槍 聲帶是以假聲帶震動為主 音色是厚實低沉 一半印高比較低 A 黑槍 A 紫槍 C 哈 後槍 太簡單了吧 我的答案是B 這就我剛剛示範的 你鎖定 黑槍是什麼 黑槍就是比較高的是 那一種聲音 你真的可以再叫多久喔 我真的很好看 我們以前在國外的時候 每天都 每天都開一點唱會 所以大概連續 我記得最常有一次 連續二十八場休息一天 所以 每一場都這樣唱喔 對啊 唱兩個鐘頭 那Hot Core槍是什麼 Hot Core槍比較像 大聲一點吵架的聲音 但是也不能一直這樣唱 一樣會壞掉 有差 這個其實我也有學過 我以前也是玩樂團的 不用印療 沒有關係 真的啦 而且我還有一種槍它不會 娘娘槍對不對 娘槍 對 是一件小 公小姐 太好了 這很香 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這個 一般唱唱裡頭是嘶吼 不是亂吼耶 因為我們人都有兩副聲帶 一副是真聲帶 也是假聲帶 假聲帶在真聲帶的上方 那麼真聲帶顆粒比較小 可以發出比較高的聲音 假聲帶的顆粒比較大 比較厚實 厚厚 那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黑腔 它用的就是真聲帶 所以它的發音 比較類似口型 是E的口型 那我們剛剛所說的子腔 它用的就是假聲帶 比較低層 厚厚 它的口型就比較類似U的口型 那哈扣腔呢 真聲帶用得多一點 可是呢它一般 用的這個感覺 就像是我們一般 在跟人家吶喊 在說話的這種腔調 就是比較哈扣腔 當然還有這個什麼 豬肺 水喉這些 我相信Freddy應該都很了解 可以幫我們示範看看 是 對 我不要示範了 那個有一些還滿困難的 真有豬肺 有 有豬肺 就是跟豬叫的聲音比較像 那個是在一種叫 那一種Metal裡面會有 很粗耶 我那個很難 很難說 那一定要 豬肺聲音很尖銳耶 它要很多的樂器 融合在一起 不知道被殺手 好粗 我可以 我可以爛一些歌給你們 去找一下 然後水喉的話 就是會比較多咕嚕咕嚕的聲音 那也是滿難的 那什麼長得像 那真是不會發那個音 注意一下 還是有聽到的時候 因為我沒聽到的 你怎麼還有聽到 我有聽到 我有聽到 現在我們要注意八個焦點 一彎在巷子口了 林長佐 來 好 第三題 我選賴品宇哪一題好 請出題 請問下面哪位歌手 在今年六夜紅到歐洲 還搶上歌曲排行榜前三名 變成了網路梗 A 菲宇欽 B 周杰倫 C 蕭敬騰 我的答案是 菲宇欽 誰說你 雪花飄飄嘛 她做了什麼 就雪花飄飄啊 一點沒 她為什麼呢 被雪花飄飄飄 就飄過去了什麼 那個時候是因為什麼事啊 北風消消是跟 抖音 對 就是抖音啦 然後但是跟外國的哪個影片 她把它串在一起 就是那個音樂跟 什麼影片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就 所以 所以 因為是北風消消 其他的人又沒有唱這一首 所以一定是佩慶的對不對 送分 送彩 請介紹 妳的題目今天不難耶 真是耶 相較這樣 妳今天題目其實相較這樣不難耶 真的 沒有 賴平瑜保佑 恭喜得到一萬元智慧行李 謝謝 第四題 那個刺青的好了 刺青入府規定請刺青 國防部針對了 志願義士兵調整規定 脖子以上手腕以下 不能夠刺青 但是哪個單位 原來是全面禁止刺青的 A 海巡署官兵 B 憲兵 C 越移隊士兵 2分55秒 我的答案是 A A C 鎖定 厲害了 我反而是BC在猜耶 我是AB在猜 那最大的公約數應該是憲兵啊 但是我又覺得憲兵好像太好猜了 太理所當然了 就是我一看會覺得是憲兵 但是又覺得那個是不是陷阱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想說 然後C我覺得應該一定是不會 因為越移隊說不定有一些來的人 這些弟兄他本來就有刺人 他如果不適合這一個單位的 說不定他本來就有刺人 合理 請介紹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我可能就被 我可能就被 真的嗎 你剛剛也想 我是可能會猜憲兵 我也是猜憲兵 第五題 好 我們來選個台衛阿拉丁好不好 女兒很喜歡迪士尼 對 台衛阿拉丁 我們來看出什麼題 來 台灣早在迪士尼之前 就曾經翻拍過阿拉丁作品 不過當時把阿里巴巴和阿拉丁 兩人合而為一 請問男主角是誰 A 王傑 B 琪琪 C 童安格 我的答案是C 童安格 這麼快 請鎖定 有這個事情嗎 好快喔 有 我有看 前一陣子那個電影台還會重播耶 對啊 真有 有 我的印象中 我小時候有看過 C版 然後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王傑嘛 所以我的印象中 王傑沒有看過這件事 我怎麼以為是王傑 真的嗎 是 琪琪 應該不是吧 小鐘說是琪琪啊 就是琪琪 你看過 我真的看過 我看過 真的看過 抱歉囉 好不好 我們就陪你到這裡了 好不好 好 你也活得夠久了 童安格沒有保佑 試試看 快快保佑 試試看 請介紹 果然不是童安格 那你怎麼會在童安格呢 正確答案就是琪琪 對 琪琪的髮型就很像阿拉丁啊 那當時呢 這一部片是1988年的時候 春節賀歲片 然後呢 這部的片名叫做 新阿里巴巴 它只把阿里巴巴跟阿拉丁 兩個角色融為一體喔 男主角是琪琪 女主角是楊麗 重點是這部片喔 大卡斯 還拉到中東的約旦去取景 所以呢 當時啊 這個中東人對於這部片呢 就非常感興趣 甚至電影都還沒有拍完 就已經來談版權了 沒關係 至少今天沒有空手回家 好 送個好禮物給你 來 好 那送給林昌組委員的是 美浪二代都會玩家 軍風順開後背包 軍規材質與德國順開以後 掛構的設計 能夠隨你的需求來挑選 還能夠搭配不同風格的 魔鬼占布章 營造出自我風格 是一款真正可以自定義功能的 軍規背包喔 希望你喜歡 好 謝謝 好棒 我們幫我們進行下一回合的 資格在 全明星動略 模範生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趕快來訂閱喔